四个拍一张合照好吗 对 给你们拍的合照 我觉得他们的帽子特别好看 四个人 戴这个人吗 戴正了 一拍就写这个人 对对对 可以看到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那么北京在迎来了沙尘暴和下雨之后 终于迎来了北方的一个春天 那么今天太阳特别的好 然后我又附中了一些东西 在天坛这边走啊走 然后有很多人在这里锻炼 有很多老人在这里学习 然后就特别特别热 所以我找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阴暗一点地方 来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就是哈苏907X和CFV250C那一款后背 接拍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使用体验 那么在上一期的Vlog里面 我也跟大家去做了第一人称的一个街拍的一个视频 然后也简单的去聊一聊哈苏的一个简单的使用体验 实话实说我真的非常喜欢哈苏907这台相机 然后我真的每天都拿着去使用它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在我身边的感觉 感觉非常的安逸 那么哎呀 在阳光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夏日午后那种童年的梦幻感觉 那么感觉这个阴影的光比比较大 不知道后面这个视频录得怎么样 那么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这台相机整体上面来说呢 10分的话我应该会打9分至9.5分 那么我还在攒钱去买一个它的那样一个80 应该是80吧 我不知道就F1.9的那样一个镜头 因为我是用45P嘛 这样一个镜头就是光圈比较小 那么用一个大光圈的一个中化服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去体验一下的 所以后面我会攒钱去买一个这样一个镜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到 那整体上面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我对这个相机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我也去跟大家去说呢 就是不要跟着我去买相机 就是因为我自己说实话 如果说我能做哈苏莱卡的经销商的话 也许这是个创业的方法 就我真的感觉自己带货带了好多台哈苏 好多台莱卡 就是好多台胶片 就是我特别担心 因为有的人买了之后呢 回去不能符合它的预期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是跟索尼呀 佳能的这样一个自动对焦也很快 然后很准 然后又很有得位拍出来 实际上呢 这些相机还是非常难用的 那么首先说对焦 就是我觉得对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说在这台中化服的机身上面呢 我从来不使用它的自动对焦 即便是最大光圈的情况下 我从来不使用它的自动对焦 我要反复的强调说 我从来不使用它的自动对焦 因为很多人想要去买这个相机 去接拍去拍家人 去问我这个自动对焦速度怎么样 我想说它的自动对焦非常非常烂 如果你想要依赖它的自动对焦的话呢 那么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非常需要自动对焦 我相信你一定不要买这台相机 因为之前还有个人给我写邮件 说他想要去拍孙子 不是拍孩子是拍孙子 拍孙子的话 他想要买台这台相机 想问我就是怎么样 我想说这台相机拍孙子真的不合适 拍儿子也不合适 就是拍任何小孩拍狗 拍移动的物体都不合适 除非你不追求那么的锐 你只追求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台相机是非常不错的 同样很多人来去评价 哈苏莱卡和索尼加能的 这台相机的一个对比 就是从参数 它的画幅 它的对焦速度 它的连拍速度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 因为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如果你硬是要把它按参数来比的话 那么这台相机和莱卡根本就不是索尼的对手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常想要那样的参数 那样的体验的话 我推荐你去买索尼的R系列 像素也很高 这种对焦也很快 然后颜色的话呢 它后线也能处理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夸张 但这台相机和莱卡 它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玩 就在于怎么样去好好的使用它 在于去克服它对领的一些困难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我接拍的时候呢 我肯定是会使用手动对焦 而且我会在边走的情况边去对焦 不知道刚才360那样一个相机能不能拍出来 但是真的是非常难跟大家去解释 就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屏幕的背景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会边走的时候 会边对焦 可以看到这马上就要对上了 对吧 快了快了 又过了 然后快了 对上了 然后马上就按快门 就是我非常喜欢在这个过程中 去挑战自己极限的感觉 就是我感觉事实上 95%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我自己能做到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牛逼 那如果用一个索尼的话呢 我会觉得就我闭着眼睛就这样 就像一个炸鞭炮一样的 就可以都拍到照片 所以我觉得会没有意思 当然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只是像我这样的人 非常非常喜欢之略 非常非常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觉得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觉得摄影就没有意义 那我觉得这台相机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跟 比如很多人去给我留言呢 为什么不买富士的相机 为什么不买索尼 为什么不买什么其他的 因为你买富士 还可以再加一个什么镜头之类的 然后买个索尼 还可以买个三件套什么之类的 我不太知道它具体的价格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你就会想 这台相机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你只是想要去买它的器材 虽然刚才我提到了很多 关于这个相机的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自动对焦 基本上不可用 那么你拍人拍移动的物体 也没有办法去使用 但是我自己还是用它拍了很多好的照片 我觉得别人说它做不到的事情 而我自己做到了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褒奖了 虽然我并不需要拿这个去跟谁去攀比 但是我觉得在默默的心中 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非常的棒 那么说到它的好处的话 我觉得首先它的画质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它跟全画幅APS-C就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它的画质是完全完全的碾压级的一个画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些都是手动对焦的 可以看到就是一旦对上焦了之后呢 它的细节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网上去看 比如说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在我的印上面 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看我的照片的时候 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画质是多么的好 你会觉得可能就跟全画幅差不多 或者说大光圈之后 那么其实你会看到它的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下棋的老人 你可以看到这个下棋的老人 它的胡子细节是非常的有细节的 那么你可能会看到就是在视频中 或者在我的社交网络里面 你看不出来有这么有细节 但是实际上我如果把它给缩小的话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节在整个画面中 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肆意的去裁切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整个画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胡同里这个人 他虽然不能算说是一张好的照片 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这个时候也许觉得还好啊 这个细节 但是你把它再缩小的话 你看它的整个画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它原来只在画面里的这么这么一小部分 那它的细节真的是非常不错了 所以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一个下棋的老人 比如在胡同里面的一个人 你会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不错 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 也是在我之前的Vlog里面去给大家提到的 就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小的胡同小巷子里面 有一个人从我这里走过来 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上有那个饭店的名字 画家一元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画家一元这几个字 虽然可能有一点点那么模糊 但是你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再退回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几个字在画面中 它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 就它是这么远远的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台相机它整个画质是非常不错的 但就还是像我说的就是很多富士的同学也会觉得 我也有这样的画质真的是没有问题 我也不是在跟富士去攀比达收到相机的时候 我只想说这一切的照片都是我手动对焦拍到的 但是很多人肯定会说就是他自己去使用手动对焦的话 就没有这么准没有这么锐 怎么办 就是我真的受到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在这里就是不经意之间的回答一下 就是其实就是靠练就可以了 当然很多人觉得我在忽悠他 我真的也没有忽悠你 就真的是靠练就可以了 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人绑架了你 拿枪顶在你的脑袋 然后你非常害怕 你害怕的尿得流出来了 你就说你要干什么 我什么都给你要钱 你是不是要结色 你是要什么东西 他说不行 你给我手动对焦一百次 真的一百次都可以 就是你一百次一千次 你给我手动对焦 估那棵树 你给我估 不然我就枪毙你 然后你说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你可能第十次你就对上了 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只是因为害怕而已 就是你想怎么会有人解决不了人的问题 当然你会说 我有自动对焦 我为什么不用呢 当然可以啊 你当然可以用自动对焦 但是这是完全两个问题 因为你在问我如何手动对焦 对吧 那我不会回答你 你去用自动对焦 但是你要问如何手动对焦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就说你对一下就完了 就这个数码 你对一下就好了 就是你尝试十次 尝试一百次 尝试一千次 你尝试一万次 我真的是不相信有人能够笨到手动对焦 一万次还对不上焦 那我就真的无语了 我真的劝你去买一台自动对焦相机吧 但是我想说真的你只要试了一百次 你就基本上所有的相机都能够手动对焦了 真的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有什么峰值对焦 放大对焦 简直就是太帮助人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这台相机其实会逼迫我去跟街头的人去沟通 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台相机它拍摄起来并不能够那么快 虽然我可以手动对焦 然后手动去调整参数 然后很快的去扫 但是我觉得它的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所以说用这台相机的话 你必须得去暂定的去拍摄 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暂定的 所以暂定的时候 别人会很容易发现你在拍摄它 那么它会去跟你有一些沟通 那么会去说你在干什么 然后你就需要去跟它沟通 就像这个视频的一开始 我跟这些人去沟通的时候要去拍他们 虽然当时我也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我觉得这是街头摄影师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跟他们沟通了 也拍了他们几个人的一个 我觉得方位都非常好 然后整个造型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帽子上面都有那种红心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很有可能是一些老战友来去天堂来玩 那么我也问了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帽子 他说是发的 但是我也不确定 他们是不是老战友或者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看上去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感觉这几个人都很健壮 说明是老兵 这也是我自己猜想的 但我觉得猜想了之后 我觉得很想去记录他们 所以就有了一开始 我跟他们说能不能给他们拍 他们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能够让我去拍摄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机也是逼迫我站定 然后去跟他们去沟通 去拍摄更好的照片 我觉得在街头中 其实我也理解很多人都特别害怕与人沟通 我自己也是非常害怕与人沟通 但是我觉得沟通是一个街拍摄影师的必修客 而且在今天明发点这么敏感的情况下 我觉得沟通就显得非常珍贵了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